好 继续来看到建国路95项化为单行道之后 垃圾车无法进入 因此在社区里设置一个定点 让民众预先摆放垃圾 等待垃圾车前来轻运 但也因此出现垃圾乱丢的情形 那么国华里长林轩宇就向现议员魏家贤臣情 2月21号由魏家贤议员召集相关的单位到场来会刊 研议解决的办法 建国路95项化设为单行道之后 垃圾车无法进入 因此在社区里设置一个定点 让民众预先来摆放垃圾 等待垃圾车前来轻运 但也因此出现了垃圾乱丢的情形 主要我们建国路107项这边 它目前是 因为我们95项那边它是单行道 变成我们垃圾车没有办法进去 可是单行道的部分也是去年改的 造成我们里民 那个垃圾车是同意说 里民让垃圾放在这边 他们晚上会集中收 但是变成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边有垃圾可以丢 所以丢的人不见得是我们的里民 那变成垃圾车还没有到的时候 其实大概下午就会有人来丢垃圾 造成附近看 金星游志员跟我们 一发当行的困扰 对啊 就是乱丢是吧 就是乱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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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怎么丢吧 就可能这样摩托车一起 它就直接这样水手就丢了 而11号上午县员魏嘉贤召集了包括花莲警分局 交通队 施工所交通科 清洁队等单位到场会刊 讨论单行道是否需要取消 或者是增设红绿灯等交通改善问题 但是交通单位表示 知识体大不建议改变现况 最后是由清洁队表示 可以配合社区采提早定点收运垃圾方式来解决 经过反应之后 我们邀请相关单位来做相关的改善 那在单行道的部分 因为交通动线的关系 可能无法来做相关的恢复成双向道 那在垃圾的部分 我们也拜托相关清洁队 找了一些事半的一个计划 那也许会在某一天的三点或五点 来做相关的垃圾等待 那让更多行动比较缓慢的一些长辈 能够放心安心的丢垃圾 那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改善这边民众生活的品质之外 也能够改善民众丢垃圾的一个方便度 如果确定由清洁队定点收运垃圾 在路边的垃圾站制区就会取消 也请民众不要再把垃圾带来这里丢 以免被取缔受罚 介统会欢迎室报道